英国第二大城市破产了 莫迪连夜要给印度改名字 或许还有其他的想法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收 一觉醒来 英国的第二大城市 博明汉宣布破产了 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护理支出增加 企业税收减少和高通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同工同酬索赔法案 成为了压垮博明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2年的时候 博明汉市政委员会 在一项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上诉中败诉了 随后开始进行赔偿 过去十年中 博明汉已经支付了 11亿英镑的同工同酬索赔 但是博明汉当前 还有6.5亿至6.7亿英镑的负债 并且还在以每月 500万至1400万英镑的速度累积 简单来讲 就是博明汉花钱的地方是越来越多 但是来钱的渠道却越来越少 开始入不敷出了 通胀加剧 英国政府自身难保 所以就破产了 而与此同时 莫迪也准备给印度改国名了 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 莫迪可能在不久之后的特别会议上 提出将印度官方名称 修改为巴拉特的决议 包括G20峰会 消息人士也发现 印度总统府对外发出的晚宴邀请函 上面写的就是巴拉特总统 而不是通常的印度总统 印媒对此分析 修改国名可能与莫迪的去殖民化政策有关 因为现在所用的印度一词是繁文印度和的音译 是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印度时期使用的 莫迪曾说过 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既然要做大国 那么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自然希望现代印度与殖民历史拉开距离 当下刚好英国第二大城市宣布破产 比起英国自己 莫迪可能觉得更加的丢人 因为英国现在越是没落 对于曾经被英国殖民的印度来讲 就更是一种耻辱 去年印度的GDP就超越了英国 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莫迪那个时候也放话呀 再给他25年就可以让印度成为发达国家 如今英国第二大城市宣布破产 想必莫迪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大国梦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莫迪当时说的是带领印度成为发达国家 倘若后面真的改名为巴拉特了 那么莫迪25年内将印度变为发达国家的承诺 还奏不奏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 印度媒体最近一篇文章就对此表示了担忧 他们援引了美国博恩斯坦研究机构的报告结论 中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甚大 从各个方面来看 印度都落后于中国16.5年左右 中国人劳动生产率是远高于印度 而且从制造业来看 印度严重依赖中国来满足自身的原材料需求 这里就有几个很致命的问题了 那就是印度严重依赖中国的原材料 但是印度最近却在禁用中国无人机零件 电脑手机等等 印度坚决不要中国制造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样如何发展经济呢 第二点 印度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中国16.5年 但是别忘了 中国现在依旧是发展中国家 第三点 就是印度的GDP虽然超过英国 但是很多印度人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所变化 印度媒体显然是对莫迪的25年计划充满了担忧 回过头来看 莫迪这次声称要将印度改为巴拉特 也不知道有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那就是印度要成为发达国家 但是关我巴拉特什么事呢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